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那个法庭 风吐的那一片空 所以我们先知道这个故事到底讲什么东西 这个故事一开始我们就先发生在一个法庭里面 法庭里面就是要进行一个审判 我们叫他本比查案 现在进行一个审判 所以这个故事我们主要讲到的就是 我们有一个被告 我们现在当然要分成两个部分的官司 我们先进行第一个部分的官司 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被告 叫Tuto Satu 名字叫Pula Bin Lepid 在这个Pula Bin Lepid当时候是被告人家 被人家说她害死一个老婆婆叫Mac Day 所以她当时进去了法庭宫 她就开始申请洛 还有申请洛的过后对不对 她被指出她害死一个老婆婆婆 今年99岁 这样子了 在那个地方叫做Baman Ga Ga Putae 所以当时他们有一个电方律师给他,所以他就请了这个律师帮他电护 所以这是前面一开始的部分 然后到中间的时候,罗勒勒勒贝当时承认他当时在那一天真的是去过那个地方 因为他们就问他嘛,这位被告你是否在当天的时候曾经去过Taman Gagapote 然后他讲的是,那天我有去过 然后当天呢,我在那边有吃香蕉,然后我有把那个皮丢进垃圾桶 还有讲明他是得进垃圾桶的 所以的话,当时他就不承认说,所以你不能说是我害死那个Mac的 因为我的身交皮是有得进垃圾桶里面的 然后那时候,辩护律师就有把他讲的就是说 当时有一只肚子很饿,然后瘦瘦干干的一只羊妹妹 然后这只妹妹经过那个垃圾桶的时候,他就吃东西 那垃圾桶那个门是有点坏坏了的,所以那样在吃东西的时候 就把那个香蕉皮给弄出来,变成那个香蕉皮就在地上 所以导致这个时候,Mac Day刚好在经过的时候 就踩了那个香蕉皮,然后就咻,就跌倒了 所以这样一跌,久了久了,所以这样一跌就是死掉了 所以就非常暴行的就死掉了,这样子了 所以,不要一直讲嘛,所以这个我们的布朗比赛没有错 因为我当时有把香蕉皮丢进垃圾桶,还有做好一个公民的责任 那是那个香蕉皮被那个羊弄出来,可以导致我的那个Mac Day死掉 所以不是我当时的错,而是那只羊的错 这时候控方就讲嘛,那你可以怪一只羊,这是法庭耶 你怪一只羊,这样我们打官司,这样 他就讲说羊是没有错啦,但是羊一定有主人的嘛 所以要告一个是告那个羊的主人,而不是我的当事人 所以法官大了,我要求我的当事人被当庭无罪释放 这样的角度都好,所以到最后法官也判说 根据一种种的理由,所以我们决定本期宣判 我们的被告可以无罪释放,所以第一场就结束了 叫我们来到我们的第二场官司,第二场是我们的第二被告 它是一个日本人,名字叫Akinomoto 像这个被告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当时他进来的时候 他是一个日本人,所以他不会马来文 所以他们找了翻译官给他,但其实翻译官他也听不懂 到最后他自己会听一点马来文,所以他最后还是用马来文来解释 所以当时我们就讲他偷了一只政府的一只猴子 然后从那个一个市场,叫Store JKK Ulu Dungun 所以他们偷了这只猴子,他认错,他直接讲是我偷的 对,不要怀疑就是我偷的 然后他讲说那只猴子已经怀孕了,所以他想说 我把那个妈妈还给你们,但我照顾那个小孩子,就是小猴子可以吗 到最后呢,法官要求他就是照顾这只猴子,到他生亡的孩子为止 然后他必须要照顾那个猴子的孩子,直到他长大成年了 就是到够大了,然后要还给政府了 所以这样子了,所以这个是Eno 结果法官就是判他 只是这样子负责照顾那只猴子,到最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惩罚了 所以这个故事共有两场,第一场是Tutututatu 第一被告被怀疑Eno 死一位喇嘛,99岁 到最后也被无罪释放了,因为他们到最后讲说是那个羊 跟那个主人的错,Eno 结果也没有判了 然后第二被告是我们的Akinomoto 他被怀疑吐了一只猴子,到最后他承认错误了 后,法官判他照顾那只猴子跟他的孩子 这样子了,所以这是我们的故事佛 Makama